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30日晚 警察被示威者围攻图片来源 香港东网这位警员在公开信中写道 前线防暴警察背上近40磅 约36斤装备 连续30小时与示威者对峙 精疲力尽到烂水马 纸皮相当枕头随接可见 不仅休息不足 连吃饭 上厕所都成问题 他提到 有警员一个餐盒等了67小时仍未吃完 因为刚准备吃一口 就有事情发生 更有几次因为激进示威者堵路 连送发的警员都被打 前线警员连续十个小时没饭吃 下文图片来源均为香港文会网展开全文警员 忍辱负重 近日多人病得不敢请假 怕少了人手会致同事与险境 现在就好像打仗 对面人随时扔一个汽油弹过来 砖头好像下雨 我昨天被人用压叉 被石头之类的打 好痛 我们不是机器人 也是妈妈生的 为什么要围攻我们 最后 他写道 我不介意大家传播数据 特别是 被仍然有良心 支持我们的沉默大多数 七件示威者更忙无礼 警察家人也受波及 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放短片 黄大仙纪律部的宿舍 连日受到暴力示威者冲击后 宿舍内外满目窗移 大闸密码所被破坏 外墙遭喷伤 货币及妻儿等仇恨自举 住户的玻璃窗被砖头砸烂 小孩房间的睡床 一布满玻璃碎片 有住户艺术弹乱响 开始是骂脏话 小朋友开始害怕 过了一会儿就开始扔东西 时间约45分钟 小朋友吓到哭 家里有几个女性 只有我一个男人 我都尽量安抚她们说不用怕 并到楼上一个同事家赞币 尽量播视频给她们看 分散她们注意力 坦言自己当时吼不住 小孩心里难以复原 大女儿事发后向她说 爸爸我不想再回家 她心痛呼吁 你有不满的地方 应该通过一个正常的途径来表达 而不是向警察使用武力 甚至对警察的家人使用武力 无论哪一方都好 大家冷静点 因为全部都是自己香港人 不要那么搞下去了 击尽示威者热情不断 也让越来越多香港市民站出来发声 他们怒斥暴徒 并从心底发出一声 受够了 据香港文会网8日报道 当天一封以此为题的感谢信 以整版广告的方式 刊登在香港星岛日报头版 其落款署名为一群反 被暴力呼唤和平的香港市民 而感谢信的主席是 我们在此向香港警队表示 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8月7日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 通报了中央 关于稳定香港当前局势的重要精神 他指出 中央高度关注当前香港局势 并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研判和部署 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当前最底破和压倒一切的任务 就是直暴治乱 恢复秩序 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 阻止香港滑向沉沦的深渊 张晓明强调 挺特首 刑警队 是当前稳定香港局势的关键 中央对香港警队的支持 也是坚定不移 毫不动摇的 修例风波发生以来 香港警方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坚守岗位 无惧无畏 执法非常专专业 克制 无愧于世界上最优秀警队的赞誉 警队是维护香港社会治安的支柱 也是守住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屏障 中央旗帜鲜明的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果断执法 确保香港社会治安和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